新的类人员,像头发一样的细菌和蚂蚁行走的虫子,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环境科学和林业科学学院,今月提出2018年度十大新物种,该机构从2017年各科学期刊上公布的新物种中选出最与中不同的十种。 环境科学和林业科学学院院长滚丁慧勒说,发现新物种让人惊喜,可每年新命名大概1.8万种,至少就会有2万种灭绝,如果现在不及时发现,可能它们就永远消失了。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研究人员领导的国际团队,在美国圣别各水族馆,发现了一种自成一派的单细胞原生生物,它属于早期的真核生物,与任何一只谱系都没有亲缘关系,它用鞭毛来运动,用小叉子一样的细胞系赐助,其他原生生物供自己享用。 这种生物为人们了解早期真核生物的进化情况为证据,那国达姆斯塔特工业大学的研究人员在哥斯达里加,发现一种1.5毫米长的科罗兰尔虫,这种甲虫的大小,形状和颜色与公尼的肚子一模一样。 他们用嘴吸住公尼的肚子,大乘在公尼身上随着自处活动,乍离开以为公尼长了两个肚子。 他们如何避免自己成为行军里的猎物还不得而知,瑞士苏黎市大学研究人员领导的国际团队,发现了一种新的类人员,居住在印度尼西亚苏门达腊森林中的塔巴鲁里猩猩。 多年来,研究人员确认了两种生活在印度尼的猩猩,苏门达腊猩猩与婆罗洲猩猩,这两个物种都处于冰尾状态。 而现在发现的是,生活在燕尼森林中的第三个青线物种,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生活着800只,成为最冰尾的类人员。 中国科学家也贡献了新物种,华南农业大学学名义教授,在广西卡斯测荣洞中,发现了一种生活在漆黑洞穴里的虫子。 这种虫子的潜修和教室高度延长,气长大于体宽的五倍,美国华盛顿大学研究人员,在西太金阳玛利亚那海州的漆黑深渊,发现了一种狮子鱼,它们生活在7000米到8000米深的海底,体长112毫米。 形丝蝌蚪,承受着难以想象的压力,是目前已知的住所置身的鱼,意大利。 西班牙和英国科学家,在西班牙加纳利沉岛附近,发现一种海底火砂的新殖民者,一种在水下130米火砂,口上的变形菌,该火砂在2011年出现,使得周围海底生态系统遭到破坏。 三年后科学家发现,该变形菌以扩张至2000平方米的范围,并呈现白色纤维状,科学家们将其称为维纳色的头发。 入选了性物种,还包括拿冰然中一种色彩艳丽,被称为加西莫多的虾。 它的名字取自小说《巴黎圣母乐》中的钟楼怪人加西莫多,巴西大西洋岩阿森林中,一种濒临灭绝的参天大树,全球底圣约25株。 这种树极树的果子长度可大半米,在日本食源发现的靠从真菌中吸取领养,而被光合作用生存的伊亚花,和2300万年前老大利亚一种到石器有代的狮子化石,也入选了新物种名单。 自2008年以来,纽约州立大学环境科学和林业科学学院,每年在5月公布年度十大新物种,以纪念十八世纪瑞典植物学家,现代生物科学本类命名的电机人卡尔林来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